中文字幕——YK 南西、山西、河南等省区 面积约40万平方千米 是中国的第三大高原 平均海拔在800到2000米 绝大部分的地面覆盖50到80米厚的黄土 黄土形成于干旱或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条件下 其物质来源于高原西北部、遥远的中亚、 蒙古的戈壁和荒漠 干燥强劲的西北风 源源不断地把那些风化形成的细小物质 带到东南面来 沿途逐渐堆积下来 年身日久就形成了黄土高原 在如此大的面积之上 覆盖这么厚的黄土 是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奇迹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崎岖不平 根据地貌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可分为陵中高原 也称陵西高原 陵东陕北高原 山西高原 渭河平原 也称关中平原 壮观的土著 奇特的风从 以及窑洞和民族风情 都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大量的黄土被雨水冲刷到黄河里 使黄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 也使高原表面形成许多沟骨 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黄土本身质地疏松 对流水侵蚀的抵抗力极弱 而黄土高原的降水又多为暴雨 侵蚀力非常强 加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烂肯烂法等人为因素的破坏 更加剧了水土土事 目前中国政府正通过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等措施 来自你黄土高原上的水土电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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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